听听我们两位首席调解员现在的想法 我想坐在这儿的这个阿姨是一个非常让人心疼的阿姨 是你的一位非常让人心疼的妈妈 因为她在内心里面她想期待要到的一个儿子 她没有看到 所以她很难过 能理解吗 我可以说 我要是我不理解的话 我不可能跟她十年 我还委屈呢 我说我天下还有豆腔我这么个儿子 还差不多了 就你那个标准八的 我不知道哪个天下哪个儿子能达到 就她八的这个标准 所以我想你承认一点就是 妈妈其实对你的愤怒是由于对你的期待达不到 而不是由于要把你培养成一个混蛋 对不对 那是肯定的天下还有这样骂吗 是好 那我们要想把这问题彻底解决 恐怕还得寻根究底一下 这母子之间怎么就能混到今天这个份上呢 您大儿子那个在您的这个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败家子 败家子 那您二儿子呢 二儿子和我俩做买卖 一起做事 打江山 他们两个在你心目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吗 完全不一样 那都是一个妈生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奶从小就带着25岁 一生恶喜 您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 您二儿子什么时候跟你一起干的 我94年 那时候您多大年龄 可能47吧 但是我其实不太明白啊 一个女人为什么到这年近50的时候突然开始创业了呢 我从阴川回来以后 他们家里头 就是他爸 他爸8年没回来 好容易他家弄回来 回来以后就说 瞧不起我 他们家 也就是说当时您觉得他家里可能 没瞧不起我 瞧不起你啊 然后您就开始创业了 有的在你做点 他叔和他叔在那 我陪着他们在那打麻将 就我一个月做饭 这点钱挣的 也就是拿命换来的 他在这做的 爷爷奶奶没给我一份钱 没自食一下的 我父母家很困难 我爸我从西比中厂回来 房子卖手里 就这么三万块钱拿到西比中厂 我去了 赦了将近一百万以后我回来 顶着挺大的压力 我自己做买卖 那当时除了这样的一些资金方面的各方面的困难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呢 我买卖 做我不就没钱吗 没钱呢 我两个月的时候我就没有父亲 我八岁的时候 我妈又走找这个继父 我这继父和我这个关系还是可以的 但是毕竟是继父 我有个弟弟 我把这货收回来以后 我也没钱租房子 那么库房 我说 爸 我说爸妈 我说我呀 那个你们下午 你收拾收拾 我把那个库房搁你的下午 一个是我还省钱 另外一个 你们还能给我看 妈 我父母说好 等 等我父亲给我收拾房子的时候 就让天地打死了 我还没能干 这就给我这么一个打击 牛阿姨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您想您在这种情况下 您的亲生父母早就走了 继父呢 又因为这个事情出了事故也走了 丈夫可能帮不上什么忙 小儿子又小 那这个时候大儿子应该出手 帮助您一块打江山呢 为什么 您说他没有跟你一块做什么呢 因为他跟他爸俩打仗 他爸压根和他俩就从来就见不得他 他就给他爸跪下来 他爸也不让进家门 为什么 他们就不要进家门 为什么 你自己讲的 爸为什么不让你进家门 阿姨我们想听您讲 等一会儿 爸妈妈娘 那回到身边之后 他是自食其力呢 还是说像您说的 什么都靠您 回来以后 他奶奶 他爸不让进门 不让进家 我也不敢让他进家 进家他爸就打我 他爸也是可就打我 这是晚饭店都知道的 我也是一样 这你也知道 我让你爸打鼻子眼睹 你看见了吧 是啊 咱们别让你再 你从我门口走 一看你爸都打我 是啊 是不是 大家 我给你钱还都得上一个 哪个背脚和拉筋 是啊 是不是 幼年丧父 晚年丧子的牛阿姨 生活经历何其坎坷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导致了他体会到生活的不易 也造就了他较为强势的性格 而由于二儿子的意外去世 他更是对大儿子 于心宁 倍加关爱 也正是因为 过着这种依来身手 犯来张口的安逸生活 使得于心宁 变成了今天这样 一事无成 恨铁不成钢的牛阿姨 自然对儿子的不争气 怨恨不断 牛阿姨 您的意思 感谢 for